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中央派到南昌领导起义的最高领导人 周恩来 李立三都只是排在他后面的政治局常委 南昌起义前 中央向共产国际请示 共产国际回电说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 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 中央认为有把握 就派张国道以中央代表的身份 从武汉到南昌传达指示 张国道在九江和南昌开会时 都强调起义要慎重 但当时已经建在弦上 前委否决了张的意见 坚持发动了起义 即便如此 也不能否认 张国道系当时中共中央派到南昌领导起义的最高领导人 周恩来 李立三都只是排在他后面的政治局常委 所以 如果不是他后来的叛变 而且屡历其功 他必须适有 二是因为 他1932反对蒋介石妥协政策 通电全国宣告为救国保家而抗日 虽牺牲着一族一旦 绝不退缩 帅19陆军在上海孤军抗日 促成嵩护停战协定的签订 成为民族英雄式的人物 三是1933年 他被蒋介石派到福建参加第五次委脚石 发动福建事变 以西安事变早了三年 但很少有人知道 在蔡廷海的传奇经历中 还有参加南昌起义这一笔 起义军的主力之一是 一军侠两个师 二四师师长是叶廷 邀灵师师长就是蔡廷凯 是的 此人在南昌起义时和叶廷平起平坐 起义失败 部队南下时 叶廷任十一军军长 蔡廷凯任 副军长兼邀灵师师长 且任左翼总指挥 可是 部队刚出南昌城 蔡廷凯就驱逐共产党员 不仅个人背叛起义 还带着部队整体脱离了起义军 使我军损失了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十分可惜 在南昌起义部队的序列表中 有一个被金一南在苦难辉煌里多次提到的名字欧镇 欧镇的关不大 起义前是夜景独立团一个营长 起义时任夜挺二四师七妖团团长 起义后任副师长 起义失败 南下部队缩边 他又当营长 1927年9月 起义军退至朝善 与薛悦 陈己堂部 在汤坑激战 起义军将薛悦的四个团击溃 包围了薛悦失职 关键时刻 欧镇突然倒戈 薛悦趁机反攻 导致起义军功败垂成 伤亡达2000余人 之所以说 欧镇是最致命的叛变者 是因为他的叛变 直接导致了我军汤坑之败 起义军遭受重创 从而使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 重新北伐的设想被彻底计 所以 七年后 中央红军长征时 欧镇随薛悦一路追杀红军 看长征题材的图书影视剧 我们常常会看到 这个穷凶恶极的反面人物九龄师师长欧镇 叛徒都是可耻的 但起义名单中 这个人尤其可耻 他的名字 叫公楚 公楚是贺龙二十军二十六团二营的指导员 正当于现在的营教导员 金一南在苦南辉煌中 写到了公楚的叛变 他未提及 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 公楚参加南昌起义后 南下石部队被打散 使得返回老家广东乐昌 后来 他找到了朱德的部队进入一张 再参加湘南洗义 上了井冈山 公楚和毛 朱关系很密切 很受信任 不久 公楚被派到广西参加百色起义 任洪七军参谋长兼19师师长 19师政委 叫邓小平 你没有看错 叛徒公楚和邓小平 是洪一九师的军政搭档 之后 公楚又任洪七军军长 洪军带总参谋长 中央洪军长征后 公楚留了下 来 任中央军区参谋长 就是这样一个地位极高的干部 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的一次游击作战中 叛变投靠了陈吉腾 不光叛变 他还将一支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 写信几项鹰 陈毅要求见面 企图把向陈毅网打击 陈毅声性扩达 看起来有些大大咧咧 可在非常时期很谨慎 没有中公楚的遗迹 不过 还是有支游击队被公楚诱骗包围 全军覆没 后来 公楚又充当带路党 多次进攻湘南游击区 给我党国军造成严重损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